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阳台上他们都很爱种花种草 确实是在细节上有一点点法国的那种情调 看去家的庭院很漂亮 你看里面还挂了吊蓝的花 很清爽而且特别特别干净 这条巷子的左右两边都是他们的民房 你看路很小很近 但是每家每户都布置得井然有序的 而且非常干净 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法国文化也通过建筑甚至是饮食的方式 渗透到了越南人的生活当中 并且与越南本土文化进行了结合 这种西方与东方文化的碰撞结合 并不需要到所谓的博物馆去体会 只要稍微留心 你就会发现法国风情的痕迹 在县港路边的小吃店里 就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比如说这种叫做鸡蛋冰淇淋的东西 说它是冰淇淋 可它长得确实和我们认为的冰淇淋 也太不一样了吧 说实话从外观上看这个样子 确实和我们以往吃那个冰淇淋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真的没法把它想成冰淇淋 那究竟是什么味道 现在要来尝一尝 旁边这个白色的好像是椰奶 很好吃很香 来看一下这个冰淇淋 上面好像有这个咖啡 这个外观有点像果冻或者是布丁 鸡蛋的 我觉得像布丁 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布丁 也像那个现在吃蛋塔中间那一层 稀稀的软软的那个东西 很好吃 这个你看它做工就很细腻 我们仔细看的话 吃在嘴里是甜而不腻 然后有浓浓的鸡蛋黄的那种香味 非常好吃 再配上冰块又有了那种热带的感觉 入口即化 鸡蛋上面还铺了一层咖啡的味道 很好吃 咖啡也是很香的 我估计这个女孩子和小孩都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 好吃不错 鸡蛋冰淇淋 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是布丁 这样的冰淇淋 估计法国人见了都觉得新鲜 不过在新鲜中又能找到些熟悉的感觉 县港还有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小吃 也散发着浓浓法国的风情 那就是越南热狗 基础用的是典型的法式面包 外面脆里面软 而甜充的内容却加入了地地道道的越南特色 哇 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越南的热狗 是他们很普遍的一种早餐 有点像我们云南人 我们云南人吃烧二块 也可以叫做是越南的热狗 他越南面包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刚刚我所有的东西都要了 有牛肉 有鸡蛋 然后有香肠 然后还有猪肉 黄瓜 然后让他给我放了一点点的辣酱 这个我们云南人口碑比较重 放一点辣酱的话 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来尝一下 这一个 很好吃 这个面包的外面是酥的 但是不硬 里面很软 你咬下去就能感到里面软软的 然后里面加了那么多料 很好吃 你看好丰富 非常非常好吃 我觉得比那种热狗还要好吃 这个多少钱 人民币三块钱 三块钱 对 越南都一种 好便宜 你看 三块钱其实吃这一个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如果早餐吃了一个 真的到中午都不会饿 基本上难说都不用考虑中午饭的问题 天子看到这里 您是不是感受到了 县港的那种法国的小情和小调呢 其实就我去过越南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 县港这座城市呢 确实是属于第二眼美女 就是那种会让你越品越有味道 越看越留恋的一个地方 好了 说到这呢 还是要跟您问声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云南卫视每天中午12点 为您精彩呈现的 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 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今天呢 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呢 是越南的县港 越南县港呢 是一座越南中部的城市 也是海滨城市 它拥有很多的名头 它有全球六大最美的沙滩之一 还被评为是一生当中 必然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 但是我告诉您 县港这座城市和其他地方 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所有的美都不是那种张扬的 而是需要你用心去感受 去体会的 那刚刚我们体会到的是 县港的法国风情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一个叫做美山的地方 到了那里 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越南 一个完全不同的县港 我们一起走吧 驱车离开县港市区 前往美山 情绪随着周围景物的变化而改变 美山带给人的是 多情县港的另一面 悲情 多情县港的战争悲情 美山是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其实它并不是一座山 而是古代统治越南的 战婆王朝祭祀用的塔四区 公元1885年以前 美山还隐匿在历史中 不为世人所知 一个法国人偶然地闯入 才让他重新回归现实世界 这片遗址位于四面教平缓的坡地中 四周是小山和树木 偌大的一片塔四区 现在仅存有20余座残破的遗迹 据说修建于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 由于战婆王朝国王信奉印度教 所以整个塔四都是按照印度教风格来建造 美山在当时是一块圣地 很多人觉得美山有点类似柬埔寨的吴歌 虽然在规模上 它还不到吴歌的十分之一 但在美山圣地的鼎盛时期 它拥有大小七十座庙楼 与柬埔寨的吴歌 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佛塔等齐名 十五世纪以后 由于战婆王朝迁都和败落 美山日渐衰落并淡出历史 当我靠近这些四塔来触摸它的 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 实际上我依然清晰可见这些 砖石的这个清楚的纹理和结构 同时我们通过这些 已经被毁坏了一部分的这些雕刻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造型的精美和雕工的一种精湛 中国的史书曾经赞扬战婆人 是七砖艺术大师 美山塔斯群中 砖块印度均匀 他们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之后 依然紧密地重叠在一起 令人吃惊的是 砖与砖之间并没有使用灰浆 那么当年的七砖艺术大师 所用的是什么沾合技呢 在这一点上有过许多猜想 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 这些设计精巧的四塔 是由干砖所建 然后用一种树脂作为沾合技 漆在一起 当塔建造完毕后 人们在塔的周围燃起熊熊大火 连续烘烤几天 炽热的火焰把整个宝塔结构加热 使整体完全融化 砖块与树脂紧密无间地沾合在一起 便具有了与漫长时光 和大自然风雨雷电抗衡的力量 单单看这些遗迹 会有感叹 但不至于感觉悲伤 毕竟历史的更迭总是无法避免 问题是 既然塔四的沾合极为紧密 足以抗击风雨雷电 为什么七十座庙宇 如今只有二十座的残留呢 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 七砖艺术大师的杰作 1969年每月战争期间 美国空军在这里投放了大量的炸弹 悲剧开始 战争迅速把这些 历经风雨的庙宇建筑和雕像 毁坏得支离破碎 此时此刻站在这里 我内心在想象当时战婆国王 在修建这些塔四区时 她内心想什么 既然整个塔四区 是用来作为祭祀的一个圣地 所以我想国王当时的心愿 无非一定是国泰民昂 风桥雨孙还有和平之类的 但是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 都在很多年后随着战争 而全部烟消云散 现在的美山圣地 留在我们眼前 全部都是一些断壁残垣 而美山这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留给我们的 也只能是无尽的想象和追忆了 坐在这个整个斯坦的中心位置 我能够看到我周围有很多树木 是不长叶子的 这种不长叶子的现象 对于一个常年处于热带的国家来说 是不正常的 其实它不是因为一个正常的落叶 而是因为在曾经的战争当中 有很多的炸弹含有化学物质 让这里的树木是寸草不生 而在很多年当中 这里不光是树木长叶子 就连人小孩出生之后 都会患上一些癌症 或者是畸形的病症 战争不仅伤害到了这些文物骨气 战争也伤害到了人 这种乘机炸弹 含有剧毒化学物质二恶英 2003年4月 美国自然杂志刊登的 由美国专家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 当年遭到成绩喷洒的越南村庄 多达3181个 而受到污染的越南百姓 可能多达480万人 官方数据统计 越战中曾在南方服役军员的孩子 出生缺陷率高达30% 就算是今天 战争的阴霾依然没有完全散去 前往美山圣地 保游不止一次提醒 不能到处走动 只能集中在划定区域 至今美山一带还存有很多战争时期的地雷 曾经有六个人先后在这里遇难 历史的更别让人感叹 人为战争的毁灭 却让人感到无比悲哀 这一段悲情的历史 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 离开让人悲情的美山 我们前往完全另一种风格的惠安古镇 走进它会让你大吃一惊 这里呢就是这个惠安古城了 没来之前呢我查过很多资料 这里号称是整个越南最小次的地方 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是中邦的小巴黎 不过当我走到这个街上以后呢 感觉确实非常好 你看周围都是绿树 然后有矮矮的房子 很多刷成了黄色 有那种法式建筑的风格 但其实在惠安这个地方 它是融合了各国的文化在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的文化 真的非常不错 多情献港的中国柔情 说惠安像中国立江 除了这里一样有和穿古镇而过 以及轻松惬意的氛围外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 恐怕是古镇里浓浓的中国风 中国字 中式的建筑 这些熟悉的东西 让我们有一种惊奇和亲切 你瞧 连咱们中国旧时的三轮车都出来了 不过这个三轮车又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司机跑到了后面 而乘客坐在了前面 据说原来这三轮车也和咱们中国的一模一样 后来法国人来了 觉得车夫身子臭 客人坐在后面会闻到阵阵意味 于是呢 就让车夫坐到了后面 来自中国的三轮车经过改良 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惠安特色 坐上三轮车逛惠安古城 成了很多游客的必选 说实话 坐这种三轮车在这里走啊 感觉非常特别 因为你的视线不会有任何遮挡 你可以很完整地看到 整个这个古城的风暴 但是有一点担心 就是怕它有点不安全 尤其是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据说这种三轮车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叫做你先死 乘客上车后坐在车夫前面的座椅上 车夫在乘客的身后踩踏板 如果遇上了紧急情况 往往是坐在前面的乘客 容易遇到危险 虽然这样的名字一听会吓到你一跳 不过呢 依然不见游客乘车的雅兴 这种感觉就是又熟悉又陌生 你知道吗 因为三轮车以前在我们中国也很多 但是这个是一个改良过的一个 三轮的观光车 所以走在这里你的感觉很奇妙 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而且再看两边的建筑也是 有很多建筑是法国风格的 但是还有很多建筑 它是有中国元素在里面的 坐三轮车逛惠安 就像欣赏一副流动的画 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甚至周围熟悉的建筑风格 会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古代的中国 据说早在公元五世纪 惠安就是古代湛婆国的著名海港 随着商品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大概三百年前 有许多中国商人来到惠安 惠安也成为了越南最早聚居华人的地方 这些华人带来了中国的文化 并让它得以传承 我们这次同行的越南姑娘阿草 就是惠安当地的越南华侨 她的家更是保持了地道传统的中国风格 来这里就是我们阿草的家 是吧在惠安的家 你看很中国 一进来这个感觉 真的让我们觉得 比你在国内看到的那种东西还要传统 挂了红红的灯笼 然后全部都是木质的结构 很漂亮 这间房子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历史 都是木头用来做 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对 这是我们的祖先 这是阿草的祖先 三百年前他们是第一个人到这里 然后建制就这样 那整个这个房子的结构 是不是按照原来你们的祖先 在福建的那种宅子的模式来建造的 你看上面都是雕刻都是那个中文 对上面都是雕龙画缝的 还有那个五指建筑 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也看到了三百多年以前 中国福建人他们的这种建筑风格和特点 对我来说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见过 因为我没有去过福建 上面还有一个你看 供奉的是谁 关公啊 两边写了什么 协力同心 赛无畏 然后是异国立家 壮汉流 哇 这也是三百年前就写的了 对 哇真棒 还有这里是公共祖先的 嗯 阿草家的祖先三百多年前从福建来到惠安 从此在这里生活 细长的近身 全木的结构 房间里的木桌子 摆设都保留了三百年前福建一带建筑的风格 这么传统的中式风格 我们在中国都已经不多见了 尽管过了三百年 阿草家还保留着说汉语的传统 他的爷爷妹妹都能说汉语 他告诉我们 因为他们是华人 在阿草家 我还尝到了一种惠安最出名的小吃 它同样也是中国风 白玫瑰究竟是什么味道 惠安的灯笼 为什么能摇曳出如此的柔情 旅游新时空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在我来这个惠安之前 我在网上查过很多攻略 当时就知道这里有一样东西很出名 而且我喜欢它的原因是 它有一个很失意的名字 叫做White Rose 也就是白玫瑰 今天来到惠安 终于得见这个东西 也是当地的一大美食 来 而且很巧的是 这个美食就出自我们的好朋友阿草他们家 来阿草来介绍一下 你看确实从颜色上来看 是白色的面皮做的 不是 这不是面皮 是吗 这是米粉 米粉 米粉 然后我们用水 还有加工一下 就变成一种面 然后我们做这个 这个用手工来做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来看一下 这是传说中的White Rose 白玫瑰 我感觉呢 有点像那个 馄饨还是饺子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皮呢 是透明的 感觉外面有虾仁 有肉 然后还有虾米 是什么感觉 里面全是虾 这个里面是豆加红萝卜 来我加起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特写 我现在知道它为什么叫白玫瑰了 你看 这个形状呢 整个是一个花的形状 然后中间放的这块肉呢 就像一个花心一样 这个感觉 所以呢 取了一个白玫瑰的名字 来现在尝一下 百文不如一件 一件不如一尝 来 好 这个蘸水 嗯 嗯 这个面皮很有弹性 很有嚼头 很好吃 是米做的 嗯 本身的这个东西 确实有一点像馄饨 只是它外面包的这个皮不一样 是那种很有弹性的米面 有点像凉皮 还是我们的卷粉的那种感觉 但是比那个更有弹性 本身这个东西呢 味道是比较清淡的 然后因为里面有虾 还有一点点海鲜的味道 但是这个蘸料呢 也很有特点 它里面放了小米辣 小米辣很辣 然后这个汤汁呢 这个汁水呢 又是甜甜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是甜中带辣 然后嘴里呢 还可以回味出 海鲜的那种鲜味 再加上它有很好的 一个嚼头和弹性 所以这个口感吃起来 是非常丰富的 嗯 来 再吃一个 入夜 惠安古镇的灯笼 都亮了起来 五色的灯笼 摇曳出一种中国的柔情 也让我感觉到了 华人对自己文化的坚守 哇 你看这个灯笼多漂亮 其实在我们进入这个 惠安古城之后 尤其是天黑了之后 你就发现呢 整个古城里到处都挂满了 各种颜色的灯笼 这些灯笼让整个古城显得 很有情调 很漂亮 但是阿草 我就不太清楚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会那么流行挂灯笼 因为以前嘛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受中国的影响 文化受中国的影响 我们一般都很喜欢挂灯笼 然后那时候开始是一个 我们汉族人 他们开始做这个灯笼嘛 然后这条路 一般都是华人在这里 然后他们挂灯笼 现在嘛 越南人还是周围的一些人民 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好看 很有意思 很受别人的欢迎嘛 然后现在整个城市都挂灯笼 我想最早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华人一定是在 过节的时候才挂灯笼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整个惠安古城 其实到晚上都会点灯笼 我听说好像在每个月的有一天 或者全城的灯笼 是亮得最漂亮的 对的 那天是农历十四号吧 每个月的农历十四号 对 我们到这个灯笼都挂的 然后每个家都挂灯笼 去挂灯笼 前面有挂灯笼 里面有挂灯笼 非常漂亮 而且现在我们看这个灯笼 其实它的这个形状呢 做了很多的变化 如果说这种灯笼 是咱们中国比较传统的 这个红灯笼的话 我们再看现在在惠安这边挂的灯笼 其实在形状上也做了一些改良 有这个圆的 有扁一点的 还有这种形状 上面大 下面小的 还有那种像宫灯的灯笼 可以说是变化出了很多的形状 也有很多颜色 所以也变成了惠安的一个特色 所以来到惠安呢 我建议大家最好呢 可以买几个灯笼带回去 很有意思 而且很传统 很中国 灯笼 三轮车 古老中国的建筑 以及老式的布匹裁缝店 满大街的欧洲老外 在这里追忆从前的殖民时代 而我则在深刻感受中国 感受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惠安确实是我这次 越南之旅当中 非常难忘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我们中国 浓郁的传统文化 而且华人对于 中国文化的这种坚守 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当然现在呢 我们到越南县港去 也非常的方便了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城市 都开通了 直飞县港的这个航班 像昆明呢 现在就可以直飞县港 同时我知道呢 还有这个广州 北京 上海 还有成都呢 都可以直飞到那里 基本上经过两个小时 左右的飞行呢 我们就可以空降县港 然后去好好地感受 那里的美景 那里的文化 还有那里的特色了 好的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 也差不多了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 各位在每天中午 十二点的锁定云南卫视 关注由金星啤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旅游新时空 明天我们还会有 更加精彩的旅程 要封上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天夜云南卫 天夜云南卫 地夜云南卫 冰春般热海 蓝天彩云堆 歌夜云南卫 梅夜云南卫 日快乐 和水凉美酒 共同 尽与金杯 云南的美是 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是 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是 神奇的美 云南的美是 忘不了的美 云南的美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是看不够的美